美國總統拜登宣布將會和海外國家分享八千萬劑新型肺炎疫苗 拜登又說美國對外分享的新型肺炎疫苗數量比任何國家包括俄羅斯和中國都多 美國會分享四款疫苗包括輝瑞、Biontech、莫德納和強生 是美國第一次和其他國家分享已經獲批准在國內使用的疫苗 至於還未獲得授權被美國人接種的阿斯利康疫苗 就會等到有當局安全許可之後運出 白宮暫時未公佈計劃向哪些地區分享疫苗